中央电视台 一攻一削的搭配 另外呢就是朝鲜的这对选手 金慧星和金仲 特别是金仲呢 是世锦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 那么今天这个金仲和金慧星 是一对实力比较强的选手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舞阳和刘诗文 他们如何利用个人能力 以及在刘诗文在防守上的一些表现 也就是说像刘诗文和舞阳进行搭配的话 那刘诗文的防守需要有很强的这个功底 如果说刘诗文防不住 那么这个球他们输的可能性也很多 但是第一局来看 就是金仲和金慧星 反而对舞阳和刘诗文这种配合 很不习惯 不适应 第一局呢有点出人意料之外 雷诗文和舞阳用独特的这样的一种配合 打出了一个8比0 9 11 0 1 9 9 10 1 我们看到金仲娃 他的正手打消球的能力很一般 通常呢我们看到他的是 比如混双也好单打也好 他更多体现他的反手 反手是升胶 他的速度啊弹击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今天一看打消球 要体现他正手的这个能力的时候 这需要看他的这种杀伤力啊 包括基本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五五六五十 二十 这样第一局的比赛 刘世文和舞阳11比5先胜 那么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女双半决赛 中国队对朝鲜的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 那么中国刘世文和舞阳呢 他这种供销的组合呢 从以往这种配队上历史而言 并不会取得太好的成绩 但是他们这次能够杀入四强 只能够说明就是他们的个人能力是超强的 弥补了配合上的缺陷 他们的首轮轮空 第二轮和第三轮都是三比零 轻松战胜了新加坡的林业周一涵 以及韩国的朴英叔和梁夏寅 晋级到四强 那么从前面的比赛 我们来看就是金仲和金会兴呢 他在之前能够连续战胜抢手 像中国香港的杜凯勤 提雅纳和日本的石川家纯 平野早史乡 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实力 在2013年 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公开赛的决赛 富裕乐陈梦和朱雨林 应该说朝鲜这对选手具备一定的实力 但今天很奇怪 碰到了这样的翘脚打法 反而非常的不习惯 不适应 那第一局呢 明显我们感觉到 朝鲜这对选手 对舞阳这个消球啊 旋转 把握不好 二十一种盲打的状态 三十一种盲打的状态 我们看到今天现场 还是来了很多的观众 那么水源体育馆呢 离运动员村 包括记者村 要经过一个小时的路程 水源体育馆可以容纳九千多名观众 今天啊 在这对朝鲜选手一出赏的时候 全场的观众 韩国的观众 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 三十一种盲打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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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第二局啊 和第一局 有很大的不同和变化 最主要的就是朝鲜这对选手 他会很快的适应 舞阳和刘诗文这种 翘脚一攻一削的打法 所以这时候 一直看舞阳 他要有一些扰乱的办法 不能总是削 如果对方不怕他削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上来进行进攻 扰乱对手 六八十一种 第二局究竟原因在哪呢 也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这个舞阳的销球啊 看来这个金会星 对舞阳旋转的判断 要好于金重 加转 好球 这个加转拿过去 敲过去之后 对方朝鲜运动员 搓过来的时候 是一个纯不转 我们就要称它为反旋转 一点都没有转 甚至有些上旋 所以刘诗文的拍子 压得非常低 来直接抽打这个球 好 五 六 六 六 这样朝鲜运动员金慧兴和金仲 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一平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继续来欣赏这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拉削球的一个15 这个球是舞阳削了一个不转 金仲对削球的感觉能力是非常弱 所以看看舞阳能不能抓住这环境 好的 扣杀 舞阳在削 吊短 我看到刘诗文都笑了 为什么刘诗文都快成为削球了 他刚才跑的步法是一个长 前后的一个步法 所以没办法 如果和舞阳派有时候真的快成为削球 成为这个防守型打法 所以现在刘诗文和这个舞阳 他们俩得力比较有明显优势的就是从金仲 左手横拍这位选手 正守卫 来突破 好的 好的 蒙住了蒙住了 这彻底蒙住了 这就属于一个旋转盲 不转我让你出界 不转 那你就出界 加转 下旋 你就拉不动 下往 所以一是他对旋转的感觉不好 再一个他估计的不足 这个球不应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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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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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接下来啊 这个金仲已经开始选择 这五阳消过来的时候 可以蹉回去 拉都不要拉 一拉就失误 看不清旋转 好 现在打成九平 好的 刘世文接发球变线 之后 武阳呢 用反手的正交 来弹击一把 这个球风险也很大 这样 武阳刘世文 拿下第三局 二比一顶线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在接下来 将会继续为您带来 刘世文武阳 对朝鲜运动员金仲 和金会兴的半决赛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第四局 这一局换过来之后 刘世文和武阳呢 是比较难打的一局 因为这个金会兴啊 打这个武阳的球 还是显得有一些办法 亚运会乒乓球的比赛呢 现在 在今天和明天 要决出五块金牌 五个单项 那么今天一天呢 将产生 男女双 以及混双的金牌 在明天 将会产生 男女单打 最终的冠军 那么现在男双呢 晋级决赛的是 两位中国选手 胜利的会师 混合双打的决赛 是由中国香港的 李浩晴 江天一 对世界冠军 朝鲜的金鹤峰和金仲 那么男子单打 进入四强的对阵呢 是许欣 对朱世贺 樊振东 对中华台北的庄志渊 女子单打 人权亚运会 晋级四强 对阵的情况是 刘诗文 对韩国选手梁夏寅 朱雨凌 对新加坡的冯天威 再忍的就是大家看到的 现在的女双 女双这场比赛的胜者 将会和朱雨凌 陈梦 和中国香港的李浩晴 无影蓝的胜者 来争夺女双的冠军 我们希望 今天和明天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持续地 关注体育频道 关注 人权亚运会 乒乓球 这五个单项 金牌的产生 五个单项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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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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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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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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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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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 在97年 我曾经和全世界冠军 萧球选手王辉配合 参加这个在英国的 国际拼连职业巡回赛的 比赛 武阳在萧 我记得这个和萧球的配合 是一个特别愉快 特别深刻的一个记忆 就是之前我的防守非常差 但是在英国公开赛上 本来是打算重在参与 没想到最后 我和王辉这对翘脚 竟然拿了公开赛的冠军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最大的收获在于 从一个对防守 是恐惧的一种技术套路 在后面拿了双打冠军之后 防守练出了真正的功夫 彻底不惧怕防守这个技术 所以我觉得这个和萧球的配合 是一种很好的经历 防守是比赛当中最关键 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 这种球就是舞阳削的 一个是太靠侧身位的边线了 这样对方容易发力 上步的时候 好使用全身的力量 还有就是弧线过高 有点几个比赛 8218 9117 1217 抗球的材料 没有必要 自己给自己造成一些 还是想小小发球就平稳 你就往前站 他没有调你的球 他有可能摆你正手 因为反手出来的时候 他比较变得了 他一拉你 你就防过你就行 小五你还是一样靠近 金钟就是带你一下 带你一下反手这球 把旋转 你看这球这样 我一发 就是还是销出斜线 脸出斜线 对你就直接搓他 搓到车上他拉 他一拉 这时候我防到金钟正手 他如果再紧了 他不是直接领中 对 因为他一块 好吧 你这个球的旋转 你要把它弄得输了 你还是一样 人往前站 可以啊 现在同时不错 这两个球在接触 我们看到孔灵辉主教练 一再让防守的队员 往前站 因为运动员在防守的时候 他首先是 有种惧怕恐惧的心理 他就往后躲 所以你人要敢于往前上 其实对方拉的 并没有有多大力量 破除这种恐惧的心理 敢于主动防守 以柔可刚 所以你现在不是 还会是 优惠的心理 也不应该是 表示 还是优惯的心理 优惠的心理 优惠的心理 炼、优惠的心理 让金慧青的又一板拉球出界 这样刘诗文和舞阳三比一领先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五局的比赛 那么现在场上的情况呢 刘诗文和舞阳呢就 小有优势了 看看这局 不过从今天的比赛 我们看到萧球选手舞阳 他还是有自己的独特性 就他萧球的旋转 让人琢磨不透 这个萧球啊 旋转变化 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很多萧球 它萧能萧 但是它在萧的过程当中 它只能顾着萧 萧不出什么花样来 什么转了不转了 萧侧悬了 这些萧球的 高深的一些东西掌握不了 是 第一次 二次 二次 三次 1 1 1 2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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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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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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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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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也不慌了 因为金仲他对舞阳 基本上他小五来的球 吃旋转吃得很厉害 两个环节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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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 四个 8,4 9,4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在场上的运动员也没有办法 就是他看不清旋转 对方不转他出界,对方加转他下网 看不清旋转,在比赛场上乒乓球这个运动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乒乓球的运动,他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就是他有旋转 他跟羽毛球相比,就是他比羽毛球的旋转多 有各种各样的旋转 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中国选手这对公销的组合,刘诗文和武阳就晋级了女子双打的决赛 我们也希望他们这对组合能够走得更远 那么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是世界锦标赛的同牌获得者 也就是中国现在最年轻的一对选手朱玉玲和陈梦 他们的对手呢,是中国香港的吴颖兰和李浩琴 我们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第二场女子双打的冠决赛